好 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 上次课呢 讲到序言 讲到总论的第一章 方济学发展简史 方济学发展简史呢 我们讲到第二个时期 两汉时期 重点谈了 黄帝内经和上汉杂病论 对方济学的建立 和发展的一个影响 下面呢 我们接着讨论 方济学发展简史第三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的三百多年里边 由于政权的耕地比较频繁 战争比较多 所谓社会啊 经济啊 各方面都不太稳定 因此这个时期 大部头的方书 还没有出现 这个时期呢 在中医理论的发展方面呢 影响也比较小 人们在这个 社会比较动乱的时期 更注重实用 所以这个时期出来的一些方书 都以实用为主 理论探讨方面呢 少一些 这个我们教材介绍了三部书 在这个时期的中区 在这个时期作为重点的 走后背级方 小品方和刘娟子诡异方 在这里呢 要求本科同学呢 重点是了解两部书的特点 一个是走后背级方 一个是刘娟子诡异方 小品方呢 是已经早就这个援助找不到了 但是在90年的时候 汤文春先生呢 从日本收集回来的 这个残卷 加上其他的 很多书里呀 特别像外台密钥这些里边呢 再取出来的 这个内容 形成了 他注入了 注述了 这个 小品方 走后背级方 这个 这本方书呢 作者是葛宏 葛宏在我们 中医学的发展 历史上 有很大的贡献 他既是医学家 又是化学家 也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 于现在 道教的 官啊 宫啊 道教的寺庙里 三清菩萨中间 有一位呢 传说就是他 这个 葛宏的走后背级方 它的特点呢 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简便 联效 用药 和服用方法 都很简单 药物的收集 或者服法 方便 价格比较便宜 效果呢 有很多从后世的运用来说 是比较确凿的 所以往往用简便 连效 四个字来概括 它的特点 它叫走后背级方 简称走后方 背级 说明它里面有很多的 解救方法 和相应的方计 所以在历史上呢 是有一定的地位 刘娟子 鬼仪方 是属于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 外科的专科方书 所以专科方书出现 现代能够找得到的 这算很早 特别在外科学方面 其中很多 到现代 我们经常用于外科的 包括疮痒肿毒 包括火烫伤 这些用的 主方中间 像大黄这些 用的非常的娴熟 它140多个方里面 三分之一以上 都用了大黄的 所以它有 在外科学后 实际上运用药物当中 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个时期呢 以这两本方书呢 作为一个代表 代表了这个时代特点 方量多不多 就拿走后背级方来讲 加上它的 将近一半的单方 合起来才1000左右 所以方的量并不大 讲究时效 在第四个时期呢 是隋唐时期 特别在唐代 那个 从国家来讲 整个 比较昌盛 称之为盛唐时期 这个时期呢 由于 这个政权呢 稳固 对外的发展 也比较多 交往也比较多 所以在 内部安定了 医药发展也快 外部呢 交流也快 这个时期的特点 大部头方书的出现 是主要特点 在历史上 也相当于上了台阶 整个这个时期的方书 以千金方和外台密钥呢 是基本能概括他这个时期的特点 这个时期的特点 千金方的作者 孙思苗 这个 大家称他药王了 从这个书来讲 有两部 千金药方 千金密方 前者有 五千多个方 后者两千多个方 加起来不足八千 这个 这部书的特点呢 是在历史上 就是比较早的了 作为唐代了 相当于 杰大臣的方书 他把这个 汉以后啊 很多的这个 善待著作中的方 和他自己经验的方 这个收集起来 而且呢 他总体思想 辩证思想 一种丈夫辩证思想 他并证结合的分类 特别在丈夫 制法方面的发展 都有很大贡献 他这个时期呢 属于唐朝的前期 孙思苗活了103岁 从隋朝末年 隋阳帝时期 活过了这个 高祖 太宗 到高中 最后到武则天时期 所以时间相当长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这个书的影响呢 也很大 文方记教材里呢 也好几个方 都收到这个 书里的方子 外台密钥这个书呢 有6000多首方 它的特点 收集方的特点呢 因为他处在中唐 时间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前后 而且从家族关系来讲 跟唐朝大师人都府呢 还是表兄弟关系了 所以这个时期呢 跟孙思苗又隔了一段时期 所以又收集了 这段时期流传的方记 以及呢 很多海外传来的方和药 方和药 所以它里面也出现了很多 包括我们说像 七里加丸之类 这个书和香丸 之类的这个名称 由外来名称了 所以这两部方书啊 都是代表了唐代 进入大部头方书 出现这个时期 促使了方记学的一个发展 经验时期的特点 是一种方记学全面发展 就从实践来讲 为什么说全面发展呢 在方和药方面呢 特别方运用之后 内经也好 神龙奔炒经也好 提出的很多观点 到这个时候开始使用 我们说内经提了 君臣左使 主并之为君 左君之为臣 印臣之为使 但提出之后 前面的医学咒诅和方书里 分析当中多没涉及 没涉及 神龙奔炒经里 有三品上中下分类 有龟经 但龟经这一思想 直到这个时期 这个在付诸实践当中啊 有了突破 有了突破 当然其中反应在 这个时候方解开始出现了 方论开始出现了 这个时期呢 归经理论开始用了 特别像引经报史的观点 张元树开始使用 引经报史这个观点 在他这个使用时的创造了 所以这方技学方面发展 而且这个时期呢 随着整个中医学 在政府比较重视的情况下 理论和实践全员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流派 比如说金渊四大家 除了金渊四大家之外 他们和他们的弟子 包括地水学派和监学派这些 从学术理论 到创世的新方 总结新的制法 这一类呢 应该说是轰轰烈烈 所以这个时候 出现了古方不能治经病 这种提法 或者口号 也推动了这种改革的前进 后面我们会讲到 这个一旗方的运用啊 唐宋时代的气候 跟汉代完全不同了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这个新的制法 新的方计 围绕方计使用的新的很多理论 发展很快 刚才我举的一些例子 是这个时期的一部分了 一部分 因为后面会讨论到很多 这个时期的方计 会谈到一些这个背景 虽然这个时期 出于很长一段 是南北对此 南部南面宋 各的黄河北面是京 但是并没有影响呢 这学术上南北的交往 竟然是大家里有些男 由南方的由北方 北方为主 他经常北方的后来 他的生平经历当中 他经常要到南方去 因为这个过程 特别应该指出呢 宋代的这个皇帝啊 有很多都喜欢医药 不但支持 自己动手参与其中 自己来整理来写 圣纪经 也就历史上第一个 提出实际 这两个字 这个概念 他的序言 就是宋徽宗写的 所以整个 他很喜欢医学 从这个赵匡应的宋太祖开始 到宋太宗 中间几代皇帝 都很喜欢医学 国家呢 由于皇帝喜欢 但国家这个 就很支持了 到北宋末年的 一直到宋徽宗 也有这个特点 这个 所以国家 成立了教征艺术局 把以往的一些艺术呢 整理出版 而且呢 像我们所说的 商汉杂兵论 在这个时期 完成了分为两本 应该说在 汉代的 那么古老的一级 能保存下来 这个时期 国家组织 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 这个应该说是 功不可没的 因为在 印刷技术水平 都相当低下的时期 保存这些资料呢 就价值很高 所以立出的方里面 有方书呢 作为本科同学 首先要掌握 三本的特点 第一个 太平惠民和记局方呢 是由 国家的机构 太平惠民和记局 他所 制定的方式 这一方式是 通过临床的 长期观察 行之有效 他所建立的基础 应该说在 当时大量 收集方式的基础上 比如当时的 太平盛会方 宋代的 宋代的圣级总录 这都是一万多 两万多方 在收方 一万多 两万多的这种 大骨头方数 这么多的基础上 通过验证 选出 不到800个方 是太平惠民和记局方的 用来 发布给天下 这个是公开 公众承认有效方计 类似于呢 我们现在的 要点 所以我们 把这个书呢 一般看作是 我国历史上 第一部 有政府制定的 成要点 那这又得了一个冠军 所以这个呢 应该 应该掌握他特点的 而且这个方书里面 收窄了很多基础方 虽然比如像四五汤 是送以前就有了 但这个时候 把它确定下来 组织这些 都有了变化 四军汤 四五汤 平卫山 二层汤 这些有名的 这个十方里的基础方 这个方 这个方书 占了很大比例 而且呢 这方书里的方 由于它经过 临床验证啊 这样 这么大的技术里选的 所以确实行之有效 流传至今呢 都是长生不衰的方计 第二部书呢 《伤寒明理论》 《伤寒明理论》这本方书 对中医学 方计学的贡献呢 主要是在第一个 用君臣着实的理论 分析方计 君臣着实的理论 在内经上提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 一千年左右的实践 没有使用 没有哪个方书里 用它来分析 或者说组织当中 用它指导来组织 而《伤寒明理论》呢 第一次 用内经君臣着实的理论 分析了 《伤寒论》上 包括麻黄汤 桂枝汤等 在内的 二十手方计 二十手方计 那就是说 它的价值是 历史上 开方论之先河 第一个来 做方论是谁呢 陈武己 陈武己 他用君臣着实理论 分析方计 做方论 仅仅二十章 所以呢 只能说是 他的第一时代 第一个做方论 用君臣着实理论 分析方计 开方论之先河 所以 内经提出了 君臣着实 这种基本结构的观点 后是经过了近千年 才正式复读实践 所以医学 它本身有一个 方计学 有一个发展过程 不是所以开始 什么都能 都全面了 有个过程 这是伤害民理论 所以应该了解 对方计学贡献上 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 小儿要正直觉呢 用它来代表 一些个体一家 在方计学方面 的一个贡献 因为这类书啊 在宋代非常多 这类就是在这个 产生新方子啊 行之有效啊 理论上有所建树啊 这类方书呢 很多 不可能多列出来 毕竟我们讲方计学 发展简史 不是中国医学史 所以呢 以这个小儿要正直觉 代表了这个时代呢 一些特点 这小儿要正直觉呢 这儿科 专科方书 一般把它看出是最早的 专科方书了 这个 它其中有很多 到直到现在 仍然行之有效 广为采用的方计 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六位地皇丸 一般大概不懂综艺的都知道 这个地皇丸的系列 那地皇丸系列产品的一个 起源 六位地皇丸 就是在小儿要正直觉里的 现在不但而刻 我看内科用的更多 在这个 这本方书里 有很多名方 我们教材里也选了很多 像 清五让热的很多方 它这个 从导车上开始了 它有一套名方 后面有很多会讨论到 所以在 方济学的 发展方面呢 是有一定贡献的 在这个时期 很多的 医学大家 宋导员 在制法方计上 都有创新 刘鹤坚的寒良派 创了 包括像 少要汤之内的 少要汤在内 这个 从重景时代 对 立即的用法 到后来 调期活血制法的产生 确实对这个 立即制法是个贡献 受贡献 李东元 产生的一批方计 和他相应的 自脾胃的制法 以及 甘温除大热的制法 也是在这时候 作为时代代表性的 一个进步 以及张子和对 重景攻下方法的 扩大运用 也是 集中在他 儒门世青 攻下派 这个著作当中 像朱丹西的 六欲思想 以及他的 扬长有余 阴长不足 补阴的思想 他学说的 主要两个方面 也充分地 以他代表性的方计 乐器玩 大补阴玩 这些 反映出来的 所以这些 医学流派 医学大家的 这方面的 医学史上方面 贡献呢 在相应的 各家学说 这个学科里讨论 我们 这里呢 作为方济学的 发展检史 所以把它看作是 给医学流派 医学大家 在这个时期的 一种集中贡献 这样提的 所以这个时期 应该讲之 中医学发展历史上 进步很快一个时期 因为将来讲到 这个时期的方子 是很多的 会涉及到 具体的方很多 明清时期的 特点呢 明代 侧中的方要 共荣发展 共荣 药物方发展当中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清代呢 又走向个 由波反越的 一种特点 由波反越 规范整理 这种特点 这又是 明清这个时期的 两个特点 在明代 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 研究本草为主的 专注里边 收了大量方计 它的负方 单方加起来 要一万以上 当然这种 在方书 在本草书当中 收在负了方计 这种方法的 发明呢 应该说是 唐代 成章戏的 这个 本草十一 它是开了 先河的 因为过去 像神龙本草经 这一类呢 它是不宰方的了 所以成章戏的 本草十一 是第一个开始 在本草书里 收宰方计 后来也有一些 本草书收 但到本草纲目呢 应该说是 把方和药密切联系 方和药密切联系 而且本草纲目里 有很多 药怎么配物 通过配物来控制 工药发挥方向的描述 这个也是一个 很突出的 这架构了一种 方和药之间的桥梁 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当然在明代呢 因为本草纲目 毕竟还是 本草书为主的 但这里做法 反映了方药的共荣 所以这个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方和药 不应该决然的 隔离分开的 现在有一种研究 中药功效 孤立研究 中药功效的认识 应该说 伴随着方计的发展 伴随着配物的过程 认识的 这个在战国时代 大家如果看到 朱子百家当时的书 里面人们对药物 毒副作用的认识 是非常恐惧的 根本谈不上 对毒副作用的一种控制 而是说对它是恐惧 孔子基本上不肯吃药的 别人给他吃药不舒服了 他说什么 秋味达 不敢尝 他不敢吃 我不了解他 而且呢 在战国以前 凡是药物 通通把它叫毒药 大家就要看朱子百家的书 一直到 汉武帝年轻时候 开始 当时出来的这个书 他先送给他看 淮南王 祖政人告的淮南子 淮南子是 砸家 一到家 十四六七了 砸家书 那价值很高的 那他里边称药物 还是叫毒药 都叫毒药 当然很害怕的 而且呢 错误的认为 吃了药以后 就会有副作用 所以说 服药不敏全 这剧剂不抽 吃药 如果没有头昏胸 梦 那就没有这种反应的话 病都不会好 就产生这种思想 说明人们 对运用药物呢 比较恐惧 所以在战国以前 很多是在用 针灸 用气功 导引 按摩 像这类的 治病为主 认为这个是 高等的 高尚的 药物呢 把它打为 毒药 这个行列 有点 有点 入灵测的概念 所以呢 形成了一种 一种习惯 皇帝生病了 太子要尝尝药 家里父亲生病了 儿子要尝尝药 历史上 公子鸠 他的父亲国王 得了病 医生开了药 他没有尝 父亲一吃 死了 那个之后 两千年左右的 这个 儒家 都以他作为 不忠不孝的典型 来批判的 很多书里 收了这个例子 说明什么呢 当时 服药产生副作用 一种普遍现象 普遍现象 自战国和战国以前 那个时候的文献里 反映的情况 那为什么到了 从汉河帝 汉陈帝前后 也得西汉后期 现在后期 开始由 毒药的名称 叫中药 叫毒药的叫法 改为叫本草 这个反映了 历史上呢 随着中医 中医理论啊 方济学运用 方济运用啊 这个发展当中啊 对毒夫中用 控制的一个成就 是中医药学的 一大发展 这个事情 啊 这个 这种名称的改变 应该反映出 这个很大的进步 而从此之后啊 方济学的发展 用药为主 逐渐就形成了 一个主流 中医的用药 治疗疾病 在各种治疗手段当中 它就成为第一位的 这人所公认的 也就反过来 又促进方济学的发展 那为什么能够控制 毒夫中用呢 那通过配偶 通过配偶 所以绝不能说 有两个阶段了 一个阶段就说 像老百姓 有些都这样了 包括像我们到台湾 到美国 香港去这个讲课 控制他们要组织看病啊 有些民众都觉得 中药负中用小 不像合成药物化学药物 都有负中用 中药有没有负中用 还是有 古人还是很害怕的 这是这个 不能认为没有负中 但是不能认为呢 那现代观点来看 又误解它 搞成草木皆兵 因为所谓中药 这个名称啊 立场经过毒药 就本草 到现在叫中药 是现在确定 它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运用的天然药物 这就叫中药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用才叫中药 所以前两年 有些学者提出来 是不是将来中药都改名 叫天然药物 健康暴障都登了 所以引起了很多 中医界人士的反对 不是说天然药物等于中药 在中医应该说在 运用天然药物 使它成为中药 这个过程中 经过漫长历史 是临床上经过反复的 也都产生的 长期毒肤中 逐渐克服它以后 取得的成果 所以在这个当中 医和药应该是互相 共荣发展并肩前进的 方的发展 促使了功效的认识 促使了功效的认识 如果大家 以后能够整理一下 很多药物的配务过程当中 在某一个一定历史时期 才认识到什么功效 又到一定历史时期 认识到什么功效 就可以看得出这种 方的发展 促使药物功效 认识的发展的 一个促进作用 看得出这个促进作用 反过来 那你这个 药物认识又发展以后 反过来 你又促进了 前要主方方面的 一个领域的拓宽 这个是共荣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 从成长系 唐代 本草十一里面 富方 以后 到本草纲目 富的很多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 这是在明代 方药共同发展 这形成了一个 这个进步在明代 形成一个比较 特殊的一个表现 明代的普济方 在历史上得过冠军的 所以把它列在这里 作为本科学员 应当掌握的一本书 就掌握特点了 这本书很大 六万零点 方了 很大的 要知道 它是我国 历史上 现存的 在方最多的方数 既是历史上 古代的 又是现存的 在这个 普及方之前 看来地下 不会挖出比它 再多的 超过这个数字的 那明代的一方考呢 吴昆的一方考 它收方700多 但是呢 它是历史上第一步 方论的 专注 这才专注 这本书 整个就是讨论方论 而且呢 是详细分 比较详细的分析方计 那这个 是经啊 这个以后到 元 再到明 到明的中期 这个已经过了 很久一个时期 那形成了历史上 第一步详细 详细分析了 详细方论的 一个专注 明代呢 了解这两部书的 一个特点 进了清代以后啊 清代终于的 临床发展很快 出现了很多 临床一家 他们总结的方书里 总结的一级里边 融会了他们创设的 或者呢 修订过去的方 也很多 这一家的书很多了 在方计方面呢 出现了 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个方面是 方论书很多 但不是大部头 不是很大部头的 从这个 像古今明义方论以后啊 又出了 经济中经建的 宣布明义方论 以及后面 古方选注等等 就出方论这方面的呢 部头税不大 分析得更具体 更详细 这是一方论上一个 特点 第二个呢 在规范 由不返约 规范 适合于教学 这个方面呢 清代发展很快 这个时期 那这个时期 整个譬如出了一些 像教育方面 很有贡献 包括成修元 是很 投出个代表了 忠于教育方面 也出了一批 适合于 这个 这个 诗啊 诗带图啊 之类的一个教材 一方集结 汤头歌诀 都是汪昂的 他比较典型的一个 早期的方计教材 适合初学的 适合初学的 所以他大量的选的都是 他以前的人们啊 历代的这些 行事有效的好方式 里面很少他自己的 而且呢 他从规范他的项目 组成啊 公用组织啊 以及检药的一些 方语分析了 那基本都 这个格局已经形成 但到后来的 80年后的 承房切用 这加监法丰富了 这个 承房切用 以及到 这个承房变毒 这里都属于 这一教学类的 但是一方集结 这一教练为 其中一种代表 这代表 他在方集分类方法上 他也开创了一个 综合分类法 因为后面 要讲一讲 方集分类了 所以这个 这本书呢 不投不大 他应该说个 中一教育家 在教育方面 影响很大的 直到现在呢 像台湾地区的 中一是 直接考试 考方集 不考别的 就是一方集结 加上 三部 就是三部民一方论 一中经见部分 当然这个也太偏了 2005年开始 我到他们综艺委员会呢 讲到2005年开始 这种考试方式要改了 因为我跟他们讲过 这一方集结这个书里 其实多出错误 你叫我去考 我都考不起 隔你的方集 他们就笑起来了 我这里头有的组成是错的 你写的单期心法出处 组成跟他的不一样 你说你算谁的呢 那就算你的对 学生答案答出来错的 你算对的 我们方集老师答出来对的 你算错的 那你这个 你不成了台一了吗 所以这个里边呢 也和他说到这个书 是我们主要参考书了 这个作者他是 这个清代初期 他这个崇祯年间 也对明代末期 从崇祖当皇帝之前 他已经出世了 王昂啊 王仁安 他一直到27岁 还在考举人 是个秀才 27岁呢 这个明朝灭亡了 所以当时 有一批知识分子呢 不愿意给 清朝工作了 他随气举业 家里呢 没有点财产 所以还可以 生活不发愁 不再去科举考试了 他的广泛读书 读书读了很多 一直读到什么 快40岁了 发现书里最有意思的是 医书 这样爱上中医 开字稿 这样27年后 67岁写出《义方集结》 然后到79岁 又是12年后写出 这个《奔草悲药》 都是教科书形式 所以他的方书 你看 很少写临床 也不给你付病案什么的 对前头一家的这个呢 都是一种中书形式 概括形式的 历史上是有一些 有一部分 理论家了 这个 但这本书的价值呢 应该说是 开创了中医 教科书之类的一个设计 直到我们现在的教材呢 基本 很多项目和分类方法 以它的为基本蓝本 和模式的 这是一方集结 这个唐德哥 绝是用来配套的 配套作为学生 教学当中记忆的 寄送 寄送方面 这点呢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 上一节课讲到这个 选择方歌的问题呢 还有一个背诵的方法 我们也观察过 现在很多初学中医的 他也背 往往集中精力 他是在背 背诵背诵 他忽略了诵 我们觉得要先诵后背 不急着背 天天 就朗读 朗朗上课的读 读一段时间以后 每次动前的方 开始往后读 学到后面前的往后读 其中 一大部分的 后来就 读到后来脱口而出了 重点在 有些南北一点 在记一下 在 还是在朗读 这样的效果好得多 因为我经常看到我们的学生 比如早上 吃了早饭 一边 正在吃饭 一时候拿个馒头 一边走 拿个书就得背 上着楼梯也要背 我都说 你们不要摔倒 你怎么那样背呢 背两个字 拿来看看 又背两个字 又看一看 这样子 基于求成不行 朗朗上课的读 那再背 好背得多 好背得多 我记得我们在 读书的时候 我是这个六十年代 在北京中医学院读书了 一学期要给你画出 背多少字 二年级同时上内经原文 同时在上方起 上针断的时候也要背 都要画出来 各教研室协调以后 这一学期 学生要背多少 几千字 或者一万字 分配给大家 大家天天都背 背着 朗朗上课要出声音 这样呢 逐渐就 自然背出来了 否则 各个大大七七八八那种背 保持时间不长的 保持时间不长 这是谈到唐德隔绝 想到这个方钩问题 这明清时期呢 我们刚才谈了两个特点 方要共同发展 一个 由不反约 由不反约的过程 一个是规范了 一个呢 有些 探讨细致了 有些探讨细致了 所以这个时期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也可以后来的这个 教学 开展了 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的前半期 也开始 在这个至少我们 中国的大陆地区 很多省办了一个学校 也开始呢 像一方阶阶阶 这些很多 作为教科书 也就逐渐的 由小生产方式的教育方式 走向大生产体制 这种方式 教育方式在过渡 应该说在更轻的 这段时期的一个 经验的积累啊 早期教材的出现 是有一些影响的 这是在这个明清时期 近代现代 这个一百 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呢 特别这里总结的 是近五十年来 四九年以后的五十多年 这个时间内 方济学的发展 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 大量古代方书 教刊出版 那随着出版业 出版手段 这种我们现在 信息传递工具啊 各方面的 现代化发展 从五十年代以后啊 多次的继承整理 综艺的古迹 多次的出版 这个又给保存 这些文献 给学习继承和研究呢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创造很好的条件 要是我想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老师那时候讲过一些啊 我都很好一些书 当时我们到处找 经常旧书店 现装书去找 因为很难找到 那都是在 近一二十年出来 又重用了很多出来 这样呢 保存这些资料 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工作 但文献整理 这个方面 我历来有个看法 不仅仅是 出版古代东西 不仅仅是 版本考证 考具啊 训古啊 等等这些工作 文献整理 还有一个 理论的整理和规范过程 这方面呢 还是 方济学方面 做了不少 做了 做了不少 还是很不够的 做结合后面的教学呢 我们还要 讨论到这些问题 另外在 这个时期啊 总的这个时期特点 继承整理和现代化研究 两个方面都在做了工作的 继承整理方面呢 大量古代方书教刊出版了 方济呢 出现了很多现代的工具书 现在工具书 包括带有这个 包括我们国家 带有 法律指导意义的 像要点 要点 也收了很多方了 在这工具书当中啊 这几十年来 我很推崇这个 终于方济大字典 用二十多年时间 集中很多人 搞得很细 这是因为在 主编切板教材当中 很多参照 看了 和古代原著比较的 确实这个书是很 很可靠 很可靠 很可靠的 发现那个 错误啊 这些是直到现在来说 非常非常少 这个 是南京中药大学了 用了 彭华人教授 他们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自知不倦 这样搞出来的 可以说 像中医方济大字典 在中医各学科当中 比较当中 都突出的 他的优秀程度 都突出的是个教教者 另外呢 在教材建设方面 不断地更新 不断更新 当然这个当中呢 也走了很多 也会有很多万路了 都有个逐渐的 一种完善过程 在现代化研究当中 实验方济学 这个学科的雏形 已经出现 当然有些学 有实验方济学的 一个教材 这边的教材 也有些这个方济学的书呢 后半节后头呢 有实验方济学的内容 但这个 只能说学科一种雏形 因为它能够和中医 具有中医特点的方济 融为一体 还为是很糟 但不管怎么样 跨出了方济实验的一步 所以实验方济学雏形出现呢 也就 这个 在这个时期呢 现代化研究当中 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当然这个 我也有个看法了 什么东西都应该呢 是有多元化 既有实验 又有力量研究啊 临床也各方面 不能够是 千篇一律 非要非此即彼 一元化 你只要是这个 研究方的研究生 你必须要去做实验 那样呢 方本身都 中医特色的 上都没学好 你光去弄这个 弄到最后将来是 还原成这个 现在药理了 所以从这个当中 怎么样实验方济 要符合中医的特色 特别思维特色 这还是带研究的问题 最后中药 新药的研究和生产 是特别到90年代以后 逐步的呢 规范 尽管 这是在历史长河里 这是很短暂的 一二十年这个工作 但是 毕竟开始做了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也存在很多问题 这是在这个时期 整个这个时期 大致涉及到 方济学方面 一个特点 从基层整理 现代化研究两方面 都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 方济学经过了 两千年左右的发展 到达了 现在这个 到现在的状况了 我觉得呢 后面要做的是 善言古则 必有焉语经 后面要做的是很长 因为 现在虽然多版教材的目的是 使得小生产时的内容 能够 适合大生产的教育和生产体制的使用 古代 历朝历代积累的这一堵小生产式的内容 尤其这些内容 又是古代中和时代的 要把它适合现代的 大生产教育体制使用 那这类整理规范过程是个漫长的 你完全强调规范 它特色很多没有了 不规范 大生产教育体制又不适应 所以这个矛盾解决过程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不是急功近利 谁要想在它那个时代全完成 太早了 太急了 反而对它自身会有一个损害 这个是个人一些看法 这个方济学发展简史 这个第一章呢 我们就简要讨论到这里 教材内容呢 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是一部分内容是给自学当中看的 每个时代主要掌握每个时代的特点 我们归纳了一下这个特点 同时呢 以几本方书作为一个种代表 那就说本科同学就考核当中这部分内容呢 就以强调出来的这些本方书的特点 为主要考核内容 上面呢 我们就讨论了这个方济学发展简史这部分 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